对整个天空进行为为期四年的调查,结果非常棒,我们已经证实,描述宇宙的年龄,膨胀速度,历史和内容的标准宇宙线模型确实是准确的。 四年来,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普朗克卫星,在天空中航行,不断放描和收集数据,以便我们可以研究宇宙台实施整个天空的辐射。 现在,在任务结束五年后,最终数据已经完成,它是完全准确的,普朗克卫星将辐射映射到微波波涨上,这种辐射在大爆炸之后不久就产生了,是在我们宇宙的存在,仅38万年的时候,这是很重要的。 因为,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刻,在这一点之前,宇宙已经完全黑暗和不透明,但是当它清出时,电磁辐射就会自由移动。 我们称这幅地图为宇宙微波背景,CMB,它最初是由光子引起的。 随着宇宙的膨胀,光子被拉强到微波波长。 通过研究不同区域的在之间的差异和变化,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宇宙的各种特征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宇宙的演望过程,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。 它们就是这么做的。 CMB的第一张图片,于2013年出版上图,证实了宇宙学的标准模型。 然后,第二个数据集以及分析结果,在2015中发表下图。 它们既包含温度,也包含偏证数据。 但有一个警告,普安科科学家认为,在2015版本中的一些偏证数据的质量是缺乏的,并且可能不够好,不能用于宇宙学。 这就带来了这个新版本,叫做遗留版本。 在这几年里,普安科财团重新处理了这些数据,并将其与其他仪器,分析和事业所做的观测进行了比较。 它们对结果感到满意。 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的宇宙学家雷诺曼多莱西,雷诺曼德勒斯表示, 现在我们真的相信,我们能够仅仅基于温度,仅仅基于天正,或者基于两种来发现宇宙学模型。 新数据仍然支持标准宇宙学模型,并且对科学家们来说更准确可靠。 该模型认为,这一模型是对宇宙的一个记号描述,包括星系的结构和分布,正常的非物质和冷暗物质的风度,暗能量,以及宇宙开始时的膨胀阶段。 不过,它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。 事实上,由于模型现在更加精确,它给出了一个有趣的难题,哈勃常数。 这就是宇宙膨胀速率的名称,最近,两下望远近在太空中联合起来,使用了造负变星来确定哈勃常数,仅有2%的不确定性。 它们得到73.5公里,45.6英里,每秒每百万秒差距的速度。 问题在于,根据普朗克数据,哈勃常数是67.4公里,41.9英里每秒每百万秒差距,不确定性不到1%。 由于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天际物理解决方案,能够解释这种差异。 这导致一些人建议我们需要某种性物理来解释它,但它也可能是更频繁的事情。 欧空局的普朗克项目科学家Jean Jabber说, 但是我们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测量水平,并考虑更好的方法来解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